1月8號 大連居民莉莉說 荊州區一個小伙子出去取包裹 被警察上門帶走 大連荊州莉莉說 小伙子被公安直接送去隔離點了 當地有統一隔離的地方 21天1萬元隔離費都是自費 莉莉發來的視頻可見 白雪矮矮的街頭冷冷清清 一名男子拿著一個大包裹 吃力的行走在雪地裡 另一段視頻顯示 五六名穿著防護服的公安人員 進入小伙子家裡大聲訓斥並拍照 最後小伙子被帶走了 莉莉斥責公安的粗暴行為 認為小伙子出門一趟 竟然讓整座樓內的居民全部隔離 公安的目的就是為了撈錢 2021年新年第一天 一名大連網民在微博發文求助 稱大連封區第12天 突然得到母親死於心肌梗塞的噩耗 卻無法送母親最後一程 感覺已經崩潰 網傳視頻和圖片顯示 大連許多居民樓的樓門 甚至家門都被封死 網上傳出有小區斷糧呼喊要吃飯的視頻 有網友質問防疫還是治人 封閉還是坐牢 每次失控的操作都這麼不像是在人間 新唐人記者陳翰 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 全部居家隔離